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 美国的这个拜登总统 那么他的新内阁名单一直在出来 其中有一位是叫做苏丽文 这个苏丽文才43岁 在2011年的时候 他曾经转贴了一篇文章 给当时的国务卿Silaritz 当时总统是欧巴马 那时候这个文章的重点就是 让中国并吞台湾 然后美国得以抵消中国的这个借款 借款是1.14兆的美金 就是说把台湾买掉 可以买30几条的代表 这个是现在被任命为 美国新任国家安全顾问 在9年前有这样的看法 那么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未来拜登的政府会怎么对待台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 这个美国环保署署长不来了 破功 那么说有人把行程泄露给纽约时报 另外是这个纽约时报也讲得很清楚 拜登上任引发台湾人的焦虑 因为拜登曾经投书 美国没有义务协防台湾 另外是本来我们觉得好像对中国 很强硬的一个国防部长的人选女生 她说美国应该具备有72小时 就把中国在南海的舰队全部集成的能力 但是这个国防部长似乎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个被发布 那么所以美国这样的新内阁到底对台湾 台湾人要怎么看 要会不会忧虑 那环球时报今天发表社论 说解放军痛咒台湾军队一顿 美国能怎样呢 除了抗议除了制裁能怎样呢 所以她说战机接下来中共的战机 把台湾上空纳入解放军巡航的范围 越共越严重 那会不会 这个有一个台师大的教授施政平 据说他是蓝军 但是他今天正是因为台敌案被判四年 同时国内办 今天说对于台独势力 他们要精准的打击 那会怎么个打击法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来宾 有前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主任 林静怡 林医师 欢迎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学的教授范世平 欢老师 欢迎哥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另外是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沈有中 沈老师 欢迎哥大家好 以及前美国华府智库东西文化中心的研究员 宋文迪 宋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好 另外是时事评论员 温朗东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待会儿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这个王定宇王委员也会加入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是 这个新的内阁 包括布林肯是国务卿 苏立文 这位43岁的年轻人 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来我们来看一看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领军 公布未来新政府的国安团队 其中国务卿是由58岁的布林肯担任 另外白宫国安顾问 则是由这一位扛下重责 强调未来将面临的挑战 他正是准拜宫国安顾问 43岁的苏立文 而他跟台湾的关系也相当紧密 2018年苏立文就以智库学者身份来台参访 而总统蔡英文也亲自接待 期待台美在各个领域 能够持续的深化合作 像是许多民主国家都遭遇到的 假讯息的挑战 当时双方就曾针对中国假讯息泛滥 面对面讨论 现在苏立文接下国安顾问 也代表台美将同一阵线 立抗中国威胁 虽然这项新人士对台而言是好消息 但原本将在12月5号来台访问的 美国环保署长惠勒 计划恐怕生变 我们已经从美方接到通知 对这件事情 我们外交部是感到非常的惋惜 外交部长吴钊燮证实这项消息 而根据了解关键证实在于 惠勒率领的10人团队 光是包机费用就要台币713万元 在台花费也要大约128万台币 因为正值新旧政府交接期 被美国舆论批评浪费公帑 因此取消 正常化的交流 那这是我们的国家利益 那所以呢我们接受欢迎 那但是对于他无法来 我们也表示尊重 美国大选在交接期 应该尊重于这个现任的 所有的处理的行政事务为主 对于环保署长取消来台 朝野立委都表示尊重 毕竟神秘的美国高官 才刚闪电结束三天访台 现在尽管会乐访台计划生变 但从拜登的新团队亮相 可以显示台美关系似乎不受影响 好我们先来关心的是 本来被台湾认为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是美国的环保署的署长 本来要来的 但是今天说汇热的行程取消了 来台湾取消了 为什么环保署的 美国环保署的发言人休伊特说 碍于国内优先事项 署长访台行程已经被延期 那休伊特对他说汗不满 因为有人把行程故意泄漏给纽约时报 那这可能危害国际外交与个人的危安 这将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 那根据纽约时报先前的报道 惠勒他是包机访问台湾 费用超过25万美金 那我先请教一下范老师 这破功大家要怎么看 我认为就是说 包含这个之前前两天 那个美国那个情报的那个少将 史达韦来 史达曼 其实我认为 其实他特别低调的原因 除了他身份之外 我认为我们政府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候 感觉因为觉得川普就要卸任 那这时候我们感觉好像还在依恋于川普政府 还在太紧密 那或许真的对拜登政府会 他们会有点困难 对有点不礼貌 所以他这次来很低调 我觉得一方面是 我觉得应该是美方的因素之外 我们也比较乐见如此 那所以我觉得 证实这个是一趟毕业旅行 对因为其实 对因为其实这个环保署长 必须要讲就是说 其实他跟防疫没有太多功能 没有太多连接 就是环保 但我们欢迎 在这个时间我认为 他也面临到几个因素 当然纽约时报批评 这个有点就是浪费公帑 因为二十万美元 第二个我认为 我们政府也觉得ok了 台美关系现在已经很好了 那如果再来 当然会有点景上天花 那这个时候 我刚刚讲过 这是个很敏感的时刻 所以另外 他只是暂时取消了 他并没有说不来 所以我觉得 不敢来了 对但是我觉得 对台湾来讲 现在我们应该是要放眼在未来 但是我们怎么样跟这个拜登的阵营 包含跟这个布林肯 国务卿跟苏利文 国安顾文能够建立好关系 这是很关很关键的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今天 在中常会特别特别 他今天特别提到了 有关于台美关系 那我觉得台湾民众会有点焦虑 怎么怎么本来是不是不来了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一个比较平常心 因为台美他的稳固 并不会因为政党轮体而改变 要对台湾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就是 当我们进入到一个 就是一个平常心的状态的话 就不会换得换失 好像美国怎么对我们好 我们就非常的 但是我必须想我不责怪 因为我们过去的确脸漏太久了 那现在就是回归这个正常的状态 那我觉得会比较好 那按照今天信传美说 说会乐他访台破功了 是因为中国资源的纽约时报 给他很多广告的钱 附带条件 把新闻给里面有这个 环保署里面那么亲中国 然后把它泄漏给纽约时报 让这事破功 那请教一下这个林医师 你怎么看 其实几个事情 当然在美国跟 美国其实川普政府 他对于媒体被中国介入 这件事情是非常关注 所以他有一些他在所谓中国 他在买 包括他们自己中国派在美国的一些记者 他们被定义为外交人员 不是记者 你是中国的外交人员 那再来当然他们有关注到 就是说在这些大媒体 其实说实在媒体你看广告嘛 那中国的钱当然多嘛 所以当然现在会看到 就是有一些报道是说 美国的主流媒体放弃跟中国 也就是说他开始觉得 我不能收中国这么多钱 帮你做广告 或做所谓的外宣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 现在所说的 就是说我因为广告一定是这样 我买一次好几个 那我要不要合作到这个程度 所以有没有因为这个原因 影响到这些主流媒体 说我要不要这么做 当然你去看说 美国尤其像纽约时报 这种主流媒体 他会不会说 故意让这个川普 跟台湾政府之间的合作破功 然后去做这个动作 我是觉得应该不至于啦 但是当然你说 以川普政府来讲 现在第一个他即将要交接嘛 理论上来讲 应该看情况是要准备交接 再来卸任前没几个月 你要这样花大钱 飞台湾三天 一定会被他们国内 有点criticize 会有点批批 不过我补充一下 大家不要太焦虑 这件事情就是说 说实在的 因为美国的环保署 跟台湾的合作 不是这一次第一次 因为我刚好经历过 2018年 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派了 他们环保署的首席助理 副署长 来台湾 跟我们谈一个叫做 儿童健康环境的一个合作 然后2019年 也来台湾 办国际研讨会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现在他的取消 应该不至于叫做说 永远不跟台湾 合作环境议题 因为已经合作好几年了 那有没有可能 当然你说中国的施压 是不是影响 我觉得我们可以 保持一个观察 那但是我觉得更大 因为像今天 他们美国在那边 讲出来的例子 他们的理由叫做说 因为事先被泄露 所以会遭到压力 那你不能因为说 换了新任的政府 你就不再跟台湾继续 我觉得要从这个方向 去思考看看 是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新闻 这个人就 这个人就叫做苏立文 43回 新任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职位太重要了 那么他在2018年的12月 两年来台湾 跟小英总统 有过这一个访问 那这个苏立文 在2011年 因为危机解密 公布了一篇 2011年的私人邮件 当时这个苏立文 是美国国务卿 希拉蕊的顾问 那苏立文当时 引用了学者凯尼的 弃台论 放弃台湾吧 呼吁希拉蕊 救美国经济 以拯救我们的经济 抛弃台湾吧 为题 他寄给了希拉蕊 就是苏立文把这篇文章 寄给了希拉蕊 文中建议 当时执政的欧巴马政府 应该放任中国 并吞台湾 全面停止军售或军援台湾 借此换取中国政府 注销对美国的 1.14兆美金的债权 内文强调 美国国债 才是危及 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 当时希拉蕊 收到了这个文章 她的回复是 我看过了 觉得是个聪明的提议 我们可以讨论看看 维基解密公布了 希拉蕊 这个私人邮件 让大家看到以后 就觉得毛骨悚然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这个温迪兄 你怎么看 现在当时这个人 是持这样的看法 现在已经当国家安全顾问 Clever这个词 可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其实Clever在英文 它更接近是小聪明 不定等于大智慧的意思 所以说当Solomon 他去分享这篇文章 那希拉蕊回复说 这个idea好像还蛮聪明的时候 不一定表示说 他就有可行性 或者说战略上是 有操作性的 希拉蕊的回话是这样 I saw it and thought it was so clever Let's discuss 他这个文迪兄 讲的这个用词是 希拉蕊说 这个中文翻译 翻译成很聪明 事实上他说 这个不是翻译成聪明 聪明可能可以这样讲 但不一定能有智慧 比如说你可能 有时候玩文字游戏玩得很漂亮 但是实际上有没有用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当希拉蕊他这样讲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表示是对这个政策 这个idea背书 特别说希拉蕊 毕竟他家里 毕竟他是纽约州出来联邦参议员 他对于说 不管是金融外交 都有相当的修为 其实大家也知道说 如果瞬间 即便美国叫中国去 OK 忘掉这一些 这个 一兆多美金的这个外债 这对美国后续 跟其他国家的互动时候 他的信用平等 是不是会有负面影响的 可能是一个问题 那可能大家会想这些东西 但是要放回他大框架来讲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 这样的idea 并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初位 特别少见 因为2011年和2011年 对 那个时候外交事务 就是美国外交圈最常谈的一个刊物 有两篇文章都谈类似的论调 第一个是Bruce Galli写篇文章 叫芬兰化 意思说 美国应该把台湾芬兰化 就是说把台湾放给 进入这个中国的这个势力范围 就好像以前 美国西方把这个芬兰 放入苏联势力范围一样 那以此来拿一些 战略上的好处 这是Bruce Galli 2011年1月的时候写的东西 同样隔年 2011年初的时候 Charles Glaser 乔治华盛顿大学 国关学院的教授 相对智库圈 比较分量一位学者 他也写篇文章 意思是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好好相处 然后来个什么大妥协 大大grand bargain 然后可能一部分 就等于要让台湾的利益 如果不是放弃掉 至少是相对边缘化 次要化 所以这个东西 有他特定的时空背景 那时候并不算特别少见 但是最后毕竟没有沦为主流 那所以说可能大家可以稍安物造一点点 好好好 来来 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必须要把台湾当时采取的政策放进去一起看 会更清楚一点 就是2008年到2012年是马英九总统的第一任 那时候你可以把台湾当成做了一个政治实验 OK我们我们做了一个合中政策 我们在2010年有ECFA找收清单 那你然后当时的美国 从最近美国称总统欧巴马的那个回忆录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说 2018年他就任的时候 他最头痛的其实就是次贷风暴 你可以从欧巴马回忆里面 或者后来陆续你可以知道说 那时候美国国债的问题 对他压力非常大 第一孙位就是中国 第二孙位是日本 其实大部分是这两个国家买掉 好 那对美国 美国学术界或者包括国务院 有一些人他怎么去看 当时台湾是走合中路线 他们甚至比如说像苏利文所引用的这个学者 他当时其实是在军方服务的 他认为说台湾可能会跟中国统一 好 那时候他们认为台湾的风险在哪里 就是说那是不是独派的人会坚持要独立 然后就会变成战争 如果在这种状况下 台湾会跟中国最后会走向统一 或者变成是一体的 那美国为什么要卷到里面去 那我为什么不用台湾这个 这个 这一点利益 去换取中国 豁免掉这个美国一点 差不多接近一点二兆的一个国债 就是那个时间点 你把他摆进去看的时候 会产生这样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联动的 因为苏利文他其实那个时候的身份 其实是希拉蕊的办公室主任 他其实是办公室主任 那他所以他作为幕僚 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意见转给 转给希拉蕊 当然最后没有成真 因为因为这个这个这个事情 后来到二零二零一二年之后 到欧巴马连任之后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美中在南海的冲突就开始加剧 所以这个就变成过言语言 可是你回过来看这个过程来讲 说台湾自己的政策政治上的选择会不会就你不要小看台湾就是你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会不会跟其他国家产生联动或者产生你没想到的一种一种效应 他其实是会的 所以你回过来看那段历史 可以用这样子理解苏利文 可是苏利文他后来这几年 有像去年跟今年很多文章发表 当然他措辞不是像川普政府那么直接 就是听了你就很爽 那可是他所有东西 像最近的发言里面他就跟你一直跟你讲 当中国镇压了香港之后 下一个就是台湾 台湾会面临到很大的压力 很多不对称的那种可能发生的冲突 都可能会发生在台海或者南海 那台海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认为美国过去 对中对台湾的关注是不够的 他的措辞不会像 不会像像蓬佩奧 让你听得很爽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都大概是用这个方式去表达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理解民主党他们的变化 我对我很同意大哥刚刚的说法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两岸关系是在逐渐和缓中 然后对美国而言 其实他如果对台湾方面有相对减码的动作 其实符合美国他一贯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大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是政策是说 海峡两岸人民应该可以自己主动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 只要是和平达成的话 美国对于任何结果都不抱持这个反对 所以说如果也许那时候美国有些人觉得说 好像两边关系在深化中 在怎么样中 那如果他们自己要欢喜 要到顶的话 那我们也必须要挡 那如果反正都要发生 我们顺便捞一点什么好处 大概是这种思维 但是这是大背景 但是拉回来看 其实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那时候文章出来是2011年11月初的时候出来 那时候其实发生两件大事 都是美国 不是他在政策上有明显硬化的时候 一个是那之前2011年10月份 希拉蕊在外交政策发表这篇文章叫做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美国的太平洋市集 意思是说我们要重返亚太 同样过几个礼拜之后 2011年11月的时候 欧巴马到澳洲的国会去发表演说 也是一样发表有名的 Pivot to Asia 重返亚太演说 所以为什么不用太担心 我想那个十年前 树立文那时候只有三十四岁 年少轻狂 可能有一些 而且这个是危机解密 是说他给希拉蕊的私人文件 他是转述别人的文章 也不是他自己写的 而且他也没有公开 那当然他等于说 有这种说法 给希拉蕊参考一下 希拉蕊就说 这种说法在美国本来就有 那我觉得经过十年之后 他应该会更成熟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2011年 大家不要忘记习近平还没有上台 习近平是2012年11月18大来上台 然后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 然后不要忘记2013年的11月 他发布了东海防空识别区 其实是在刚刚讲过这篇文章的后两年 就后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了 当习近平搞东海防空识别区 欧巴马就开始印起来了 我很同意刚刚东豪哥讲的那个 大家去看那个时候 2008年嘛 政府上来之后就是讲 我们要做外交修兵嘛 然后国防跟外交整个态度 都让全世界觉得 台湾人好像觉得跟中国合为一体 没有什么不好嘛 接下来2012年发生什么事 2012年马英九再度连任 那个时候很清楚 台湾在2012年选举结束之后 国际媒体对于台湾的评论是 台湾不反对跟中国同意 所以当那个局势可以看到 你2011年那个时候 全世界都还正在关注说 台湾下一任选举 现在有一个比较请忠的总统 那么那个请忠的总统 接下来人民是什么决策 就是2012年大家人民又选择要让他连任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讲 我们现在会有点觉得说 当初你们为什么要把台湾卖掉 其实回过头来看 当时台湾人民的抉择 让全世界的人都觉得 你并不反对人家把你跟中国搞错 你并不反对人家 中国说你是他的一部分 所以不能去怪当时的台湾人民 但是我觉得这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在亚太地区很重要的国家 那么台湾人民的民主抉择 对于不是只有台湾内部影响 他是全球大在关注的时候 我所谓的台海局势或印太战略 这也是为什么这四年 我们所谓加入印太战略 被看见说我台湾很重要 所以你们不能把我当成一个 可以忽略他的东西 我最后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像这两年 美国的一些智库 两个政党智库都提到一个事情 过去是谈中国的时候 顺便谈台湾 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 讨论事情的时候 台湾顺便想一下说 那台湾在这里面要放在哪里 可是这几这两年他们已经变成 另外一个态度是 这是三方的 台湾美国中国是三个 必须同时讨论的事情 台湾不是中国附属讨论的那个 这就是台湾为什么重要的部分 OK 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苏宇文非常有趣 他说他要关注台湾 那么反过来讲 他过去可能不是那么关注台湾 可是他讲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也是也是 也是维系解密后来披露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二零六年 美国要总统大选 东大选已经到了后期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的驻美代表是沈旅行 那沈旅行大使呢 就透过了一个美国前参议员 成立的一个公安公司 找了希拉蕊的竞选竞选总干事 透过他要干嘛 要邀请这个总干事能够在选后之后 带团来台湾访问 那当然那个时速就是我们台湾招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希拉蕊的竞选总干事就有跟苏立文联系 说问他那一边 因为他是外交部门 他那边要派人参加 那时速全面 但是苏立文当时没有很积极 就说我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呢 希拉蕊的竞选总干事就这样说 后来有争议就在这里说 你不要让人让你们那些年轻人 失去机会 他们应该蛮喜欢免费旅行 好 其实其实这件事情里面有讲三件事情 就是说二零 你就回来看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其实多数的人认为希拉蕊会当选 所以大家都会比较压民主党 这一边是第一个 再过来最好的方式怎么样 就是把希拉蕊团队的人邀请来台湾 所以这样做其实没有错 只是那个过程里面就看到说 因为因为苏立文对希拉蕊来讲 是很重要的 很亲近的幕僚 他对台湾显然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他没有他没有兴趣 所以到底要不要去 他觉得也还可以 但是他不积极 好 然后到了最近 到了二零二零年这次选举 所以你在看苏立院所有的发言里面 他们对台湾的看法 尤其他是轻壮 他是中壮代的人 四十几书头岁的人 他跟老一辈的态度不一样 如果说你在看以后 以后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或者国安政策的人 像四十几岁这一批人的看法非常重要 OK来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苏立文当时才三十四岁 那他是美国国务卿希拉蕊的顾问 他把这篇气台论传给希拉蕊 希拉蕊的回话是说 来这我看过了 觉得是个聪明的提议 我们可以讨论看看 老实说 我觉得说 如果觉得这个是个笨想法 你就会说 你现在在想什么 会不会这样讲 你是在想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 你把它传给我干嘛 应该是这样的 为什么还要讨论看看呢 简教室老师 我觉得刚刚也提到那个大环境 就是说九年前 当时他那个想法 我觉得OK 为什么 他只是希拉蕊的顾问 现在是美国总统的 国家安全顾问 但是九年前跟九年后 今非昔比了 因为刚刚那个 范老师也特别提到说 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底下 是还没有形成 所谓的中国威胁 那中国一直想要创造的 就是一个和平崛起 然后可能有很多的国家 也愿意去相信他 或者是选择去相信他 但是九年以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中国四处这个树敌 或者是这个战狼外交 到处都得罪人 而且看到的这个中国价值 是带有侵略性 而且是排他性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我相信说 现在再去谈这个 所谓的卖台论或弃台论 已经在美国的这个主流市场上 是完全站不住脚 也不会有人去支持 那即使是有一小部分的人 会认为说 依旧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方案 但是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 用经济 而且只有局部的这个经济利益 去换取掉整个亚太地区的 安全的破口 甚至是去出卖掉 美国对于自由主义 跟人权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这绝对是得不偿失 来来来看一下纽约时报 11月25今天 纽约时报在24号说 拜登上任引发台湾人的焦虑 可是近期国际社会反中意识高涨 其实拜登也面临加强跟台湾的关系 对抗中国的跨党派压力 纽约时报说 现任总统川普近年对中国态度强悍 直到最近任期尾声 仍然祭出不少反中政策 还大幅增加对台军售 接连派高官访台 举办经济会谈等强化与台关系 借此削弱对抗北京 纽约时报直言川普的大胆作为 在台湾吸引了大批忠实的支持者 川粉好多 而现在眼看着拜登即将上任 引发了台湾人的焦虑 纽约时报也知道 纽约时报说 这个拜登他在一九七九年 担任参议员支持台湾关系法 但是他曾经投书媒体声称 美国没有义务协防台湾 又曾协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等国际组织 所以他这个扩大了北京的经济实力 跟全球影响力 过去的拜登被认为亲中立场鲜明 台湾人是忧虑了 所以逼得逼得他这个在选后 他的过渡政府团队的一名官员 特别发布的声明强调 拜登认同美国必须跨党派 有原则的大力支持台湾 来 朗隆兄李安 对了 这跨党派很关键 因为如果民主党是比共和党 更反中的话 他就说党内压力就好了 他要强调跨党派压力 其实就是把川普也算进去 因为川普就让他法律战没有办法获胜 他没有办法继续连任 那但是他的这些媒体 以及民众的支持度 依然还是在的这个时候 其实对中的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 拜登还是要必须要去参考 那其实纽约时报 我觉得比较有疑虑的是前面所提到的 是说他有泄露这个环保署长惠乐 要来台湾的这个消息 那又表示说可能纽约时报内部 有一些是不乐见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他要把这个消息先传出来 然后制造一些舆论 那当然我觉得是说这个七百多万 说太贵了 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借口跟理由 这个比较像是说 整个民主党一贯的一个战略 模糊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战略模糊不完全是坏事 他某些时候 例如说像是环保署长来 对于台湾来讲 台湾的获利其实是不高 因为他不是真的讨论到国防 或者是很深度合作的事情 就是环保 环保这跟台湾目前所需要的 抗中来讲的话 关联性比较低 但是他对于中国来讲 中国就会变得很不爽 所以说其实民主党 他的一个思维 我可以理解 他一个团队要交接的时候 他觉得是说 环保署长没有重要到 要去让北京不开心 但是也不代表说 民主党要非常讨好北京 那回到前面 树立文这个前面讲过很多 第一个那个时候是马英九执政 所以说就美国判断 觉得台湾人民做了一个比较亲中的选择 未来有可能统一 对有可能 那其实说台湾人民的选择很重要 如果我们一直投一个亲中政党的话 美国可能会不掉 对美国是有可能会放弃台湾的 因为台湾自己都不想抵抗 美国来帮的话 他的阻力会变得非常的大 那第二个是说 那这个提议大家提出来 我们台湾感情是很受伤 我听看到也很受伤 那他真正想一想 那显然西大陆也没有采纳 而且假设很凶 对那都没有采纳 现在有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其实认真思考 这个提议很难执行 就是说好 假设希拉人也同意 欧巴马也同意 那能到欧巴马跟接下来 习近平 他们要去签一个这个条约 然后公开 美国那边公开说 我公开说我要放弃台湾 我支持这个一中原则 然后中国那边说 好那美国的国债 你就不用还了 那国际化展不可能 那如果你是私下有这个协议的话 不可能他干嘛传 他就是讨论了一下之后 发现不太可能 公开会被国际踏罚 不公开的话 那如果说 中国是骗你的 中国把台湾并吞了之后 其实国债 他还是没有要放弃 他还是继续拿美国 国安怎么办 所以你理性的思考一下 这个提案是没有办法进行 那但是我觉得很关键 是说从欧巴马的新书 应许之地里面也有提到 他就从今天讲说 他当初 他在2009年的时候 访问北京 怎么样被监控的这个历程等等 那当然现在来看 他为什么要提这个 他就是要去预测说未来整个拜登跟民主党这个路线 是要了解到中国是会去侵犯人权的 是有对世界的一个野心的 他先定位这个 当然我自己觉得说有一点点把后炮 例如说什么因为是金融海啸 所以我不敢抗中 但其实说白了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说习近平才2012年底 到2013年才上来 还不知道他想要当习皇帝 也不知道占狼外交 所以美国在当初2011年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年代来说 是觉得说可以跟中国往来做生意 现在民主党他从欧巴马这个新书发表 看到他完全的转向 但我最后补充 对纽约时报来讲的话 这确实是一个警讯 因为如果他泄露了这个的这个汇勒 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 他有没有可能在很多地方已经被中国所渗透 或者是说他光他目前来讲 在2016年开始 他六成以上的这个收入都来自订阅 中国订阅户是他一直努力去开发 所以你看到他的中文 简体中文界面是做得很完善 可以看到很多中文的这些新闻 对 那所以他当他要去顾虑到中国的读者 或者是在美国的中文族群的这个时候 你们有很多亲中人士的这个时候 其实纽约时报 我觉得他在很多政局上面会有 对台湾有些时候是没有那么有利 这点要继续关注 小英总统今天刻意出来开记者会 他说跟拜登的新人士 我们有互动有经营 台美联系管道是畅通的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人反怒 所以要出来讲 那是怎么说台湾人对拜登有这个忧虑 环球时报多臭 说美军指挥官航空台湾 他说解放军会痛咒台军一顿 我看看美国你能怎样 我们的空军会飞上台湾的领空 看你能怎样 小英总统今天特别出来开记者会 那么讲到了未来的这个台美的关系 他说两边还是有互动的 而且关系是稳定的 未来还是可以发展的 来我们来看美西亚 从美国国会跨党派的通过了 多项友台的法案 到四年十次的军售案 充实国防的战略需求 强化我们国军的不对称战力 乃至于今年卫生部长阿扎尔国服务 世青克拉克等高阶官员来台访问 都在在证明了 我们双方的伙伴关系是真朋友真敬者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刚宣布的 几项政府新人士任命 像是国务卿布林肯 国家安全顾问苏林文 过去跟我们有面对面的互动经验 布林肯最近也公开表示 与台湾建立更强健的经济关系 也有助于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 及双方对区域和平稳定的 共同的承诺 这些都可以证明台美双方的 连续管道畅说 那我们和两大党也有良好的互动 台湾会持续的争取跨党派的支持 好 再请教一下范老师 小英总统突然之间就台美关系出来记者会 干嘛 当然是安民心 当然台湾会有这种焦虑 我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我觉得蔡总统都要大家知道 他跟民主党之间的关联性是很紧密的 那其实我刚刚 我们刚刚看过那篇文章 十年前 为什么要安民心 但是台湾民心 我刚就会焦虑嘛 会担心嘛 未来的不确定性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欧巴马 欧巴马是2009年当上总统 他隔年就在白宫接见达赖喇嘛 可是这种事情川普不会做 那川普四年来没有 那而且我们看到 欧巴马在2017年一月份卸任 他前一个月 2016年12月16号 他最后一场的白宫记者会 他大量的谈到台湾 称赞台湾 然后他在2016年9月6号 他在辽国访问的时候 他提到台湾是亚洲民主典范 我这个在美国 川普到现在为止 当然他只有推特上说 我跟蔡文人通电话 他嘴巴里面没有讲过台湾 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民主党会把民主当作跟中国 讨价还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这是中国反而讨厌的 川普是跟你在商言商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刚才讲说 那个九年前那篇文章说 要用1.14兆美元 抱歉 太便宜了 台湾今天光台积电 它的市值已经达到4,350亿 是11月份 差不多13兆台币 台币 而且是市值排行全世界前十大 关一个台积电 就这么值钱 不要再让联电一大堆 哪里值这么少钱 太小看我们了 台湾现在的价格是不断往上涨 这机油股 我觉得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我们一定要 我们当然都要随时处在一个 这个 我们在忧虑 但忧患不要忧虑 忧虑就不好 忧虑会得忧虑症 忧患是我们保持一个警觉 所以我觉得 蔡总统这个都出来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大家要 沉着 来面对一个未来 好 东豪刚才补充 简单讲一下 因为刚才讲到 那个话就死报 简单讲一件事情 从今年疫情开始以后 辽宁舰我记得他出海 最后一趟是四月 那时候刚好是罗斯福号 航空母舰开始有疫情 四月以后你有听说过 辽宁舰再出来 这个跑一跑 不见了 就躲在他自己的内海 中国的武力如果真的那么强 那你干嘛躲起来 他还有第二艘还有三冬号 不过我觉得淮宇时报 刚好是说到中国的痛处 就美国三不五十高官来台湾访问 你中国怎么办 你只能抗议啊 对你只能抗议 你只能这样做啊 那反而是你中国如果 他说中国对台动武 美国只会抗议 美国不会只抗议的 美国军队就在台湾 AIT里面有五官 乐山雷达战 有美国技术人员 所以我是反而是中国 你只能抗议抗议 你看他最近 他最近不敢太抗议太大声 他怕川普不爽 川普现在没事干 就等着想跟你中国 来一下子 你如果真的 所以中国到现在没止 没有对拜登祝贺 还没有祝贺 他也怕刺激川普 所以我觉得 你看这个拜登 他在十一月十八号上周三 他跟谁通电话 跟以色列的总理纳塔亚胡 跟印度的总理莫迪 他知道 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焦虑 以色列加不焦虑 更焦虑 以色列周边的这个 回教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很挺以色列 而且他这个迁都到耶路撒冷 美国第一个承认 你看这个这两天 彭卉奥也去以色列 所以为什么 这个 那个 要赶快打电话 拜登要打电话 安以色列 印度也是 印度现在一边搞笑美国 如果你拜登上来 你是不是 不是只要我们焦虑 很多国家都焦虑 澳洲也很焦虑 加拿大加不焦虑 孟晚舟在他手上 这个华为集团 这么大的老板 女儿还在加拿大手上 所以大家都焦虑 所以我认为不是只有我们 那我觉得拜登 接下来要让大家觉得 我们要对你有信心 那你要做出一些具体的东西 好 来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如果真把中国惹急了 不排除把台湾岛上空 纳入解放军巡航范围 并且嚣张呛说 解放军把台军痛咒一顿 美国除了搞点抗议制裁 又能怎么样呢 环球时报是在23号写社论 这个社论的标题叫做 美台败于掠而弄术 大陆主动性在手 发表了这个社论 社论最后狠狠的呛 想想看 如果大陆的战机飞越台湾岛 把台湾岛上空 纳入解放军巡航范围 那将是多么大的震动 如果哪天解放军跟台军 发生摩擦 解放军把台军痛咒一顿 美国除了搞点抗议制裁 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揍了白揍 请教朗东兄 真的美国只能这样吗 对啦 这个随时可能发生之事 就是说我中乐透头彩 也是随时可能发生之事 就是他的可能性 就是可能性很低 因为他里面也讲到说 他确实是常态化 在海峡这边 共军那边绕台 可是如果他是一个常态化 那为什么没有直接到台湾上空 事实上他也不敢 包含是说 所以你是叫他说有种来吗 对白话来讲是这样 那我之前这样讲的话 就被一堆小粉红在那边乱 那其实这个事情 像是什么台独名单也是 那就是假的嘛 就是像那个台独名单 那根本就是求和 因为他是从香港的大公报 一个亲中媒体 然后他们的一些中国利益团体 发现说港版国安法弄下去之后 台湾人都不去 世界各国都要 总部都要撤走 所以他说要精准打击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名单上面有列出来的人 不要来 来了我会抓 名单上没有列的 你尽管来没关系 这个是中国他一贯的一个策略 去回头看大公报 他一开始的报道 真的超好笑 因为他说什么 我从权威馆到获悉 其实北京他有去 这个要去准备要列这个名单 就后面开始讲 从2005年开始 反分 在介绍法律历程 好像是给法律系学生用的 这个教材一样 一般独家报导 就算说没有讲的很具体 好歹人事实地物 要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细节 让人知道说这个是有内幕 就完全都没有 然后后来官方他也没有说特别承认 然后外交部就踢皮球 踢给国台办 然后国台办想一想 就说这个东西有关部门会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研讨 就是没有 就是明确是证实这件事情 那个其实就是香港 他国安法定下去 他自己都怕了 他怕说全世界都不来 那整个香港垮的话 那些香港的一些中国权贵 在那边的房地产跟着一起垮 所以他就是说 我列一个名单出来 然后在这个名单 里面的这个人 就以外这些人 你都放心 你来没关系 他这个其实是示弱跟求和 只是讲的很这个软而已 那一样的道理 像刚刚讲到是说 他这样像又来讲说 随时他都可以来 重点是他随时来 他就不来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不管是台湾 他就不来 他就不敢来嘛 台湾现在的国防有在做 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协防 态势也没有改变 所以我觉得中国就是嘴上讲讲 事实上他这个态度上面的话 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态势 因为你做过立委 他现在这样说 说要背来我们的民政 再来把台湾白做一顿 美国也拿他没有办法 他是当作日本跟印度是索加的 我们在印太战略这边 他随时说飞就飞来台湾 那他会不会随时说飞就飞到日本 会不会随时飞都飞到印度 他不敢 因为日本跟印度是大国 我们台湾不是小国 台湾我们再强调 现在这几年大家终于发现 台湾是印太战略重要角色 美国你看他整天讲这个事情 说美国不会帮 美国不会帮 跟国内某些人也很应和说 美国不会帮 但是这样讲 他在南海建的那个岛礁 他在南海那边建的军事设施 如果美国觉得不重要的话 美国会在这一边 有这么多军事部署 也就是说重点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没有人需要保护台湾 除了台湾自己 台湾人一定要保护台湾 我们台湾的政府要保护台湾 其他国家不需要保护台湾 但是台湾现在让全世界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抵挡了中国这么久 如果今天台湾一旦被中国轻易的拿下 其他国家在这个地方 你就不要混 我是觉得环球时报讲这个话 我们再看就是说 这叫什么追求不成 更适当上去 他整天都宣称 你是我女朋友 后来发现你跟别人很好 而且别人找你吃饭 你也吃 你去跟别人这个正常的上下 正常交往 好像也都没事 他就整天吵你 对 那整天都吵说 你如果这样我要打你 我要打你 不好意思 我就不住在你家 你吵什么吵 所以我会觉得环球时报 因为他这样包含说 像刚刚朗东讲到 他说台独分子 可是像今天被确定判刑的 他完全在过去台湾 是没有提过台独言论的 也就是说台湾人 我们讲台湾人 台湾人不是很 我们台湾人很和平 不喜欢找人家打架 但是台湾人也不是下大的 也就是说你敢想让他去顧 那大家也不是不了解国际局势 我相信台湾人 在今年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其实观察了这么多 为什么台湾在关注美国的选举 在关注美国下一任总统 甚至台湾人现在也发现说 原来印度跟中国之间的 在这个整天战略上的紧张 也就是台湾人很清楚发现说 我如果台湾够强的话 中国讲这个话可以不要理他 当然我必须讲说 没有错 中国不断的威胁 对于台湾有没有造成很多的麻烦 有 尤其是包含我们的空军的耗用 我们讲所有的军事的紧张 我们所有在第一线的军事 军事这边的压力 那甚至就是说 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我们的一些伤害 会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还是要谴责回去中国这个行为 但是环球时报这种讲法 我就讲了 你是当做这个地方 台湾就是一个在那边 给你扔 给你铁的肉包就对了 我觉得这种话 随便他讲 好 那么这个 等一下回来 因为国来办今天 特别说 台独的打击 他们要非常的精准 对于台独分子的打击 要非常的精准 不只打击 不只是在台湾岛外 台湾岛内的 他也要打击 那么可是问他说 那你要打击谁 苏贞昌算不算 他又不敢讲 那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回来讨论 他如何精准 第二个事情是 施政平是个男军 为什么他被列为台独 现在被判四年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